功于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好的工具一定都是我们的左膀右臂 学习互联网相关技术时更是如此 我们不可能仅为了学习 去购买价格昂贵的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 更何况搭建出来一个实验环境 还需要多台设备才能实现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模拟器或者仿真器 来完成我们的学习需要 在这里出现了两个概念 模拟和仿真 记得我在2004年自学Cisco认证的初期 一直都在使用Bolson的NetSIM模拟器 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Dynamics仿真器 NetSIM是一款模拟器 它是通过一套程序来实现对我们输入的命令 做出对应的响应 因此它支持的命令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运行路由器、交换机等设备 就像是一个模拟游戏 这就好比我们在电脑上玩飞行游戏一样 它和我们真实驾驶飞机 是有很大区别的 在2005年 Dynamics横空出世 它是一款仿真器 和玩飞行模拟游戏相比 仿真就像是使用飞行员训练时用到的模拟舱 里面的操纵杆、仪表、飞行系统 还有各种天气、跑道等等数据 都和真实是一样的 简单来说 仿真就是利用Dynamics这套程序 来运行真正的Sysco iOS系统 所有的输入和输出结果都使用IOS系统完成 其实就和我们使用真实的Sysco设备是一样的 现在这两个概念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我们不必过多的去纠结这两个字眼 叫模拟器或者仿真器都是可以的 Dynamics是最早出现的互联网技术的仿真器 对于我们学习互联网技术来说 可谓是一个衬手的工具 之后Sysco又推出了自己开发的IoEU 还有VIRL 一款名为虚拟互联网路由实验室的仿真器 当然这里也少不了Sysco著名的Sysco Packet Tracer模拟器 随着虚拟化技术的发展 随后出现了功能更为强大的Docker 还有QEMU 它们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Dynamics3图形化网络模拟器 是一款开源免费的软件 用来模拟配置测试网络 验证结果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 Dynamics3就像是一个工具箱 它将我上述的所有工具都整合到了一起 里面包含了学习互联网技术时需要的几乎所有工具 是我们被考Sysco认证时的好帮手 我们可以使用Dynamics3快速的创建实验的托普 然后对实验进行配置 并验证结果 除了学习备考以外 Gence3还提供给网络工程师进行项目实施前的测试功能 它能够虚拟化真实的硬件设备 Gence3最初仅使用 名为Dynamics软件来模拟Sysco的设备 现在已经支持来自多个网络供应商的许多设备 包括Sysco虚拟交换机、路由器、Sysco ASA系列安全设备 Guniper OS、Fortinet安全设备、Docker实力等等 我们可以在官方网站的Marketplace里面去查看目前所支持的所有设备 Gence3有两个组件组成 分别是Gence3 GUI和Gence3 VM Gence3 GUI可以理解为客户端程序 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创建和管理TOP图 Gence3 VM就相当于服务器端 TOP中的所有设备都运行在VM当中 当然现在除了Gence3以外 还有其他的工具箱可供我们选择 比如PNetLab 它本身就相当于Gence3 VM 是一个服务器端程序 创建和管理TOP图的客户端工作 通过外部页面 也就是使用浏览器来实现 它的整体功能和Gence3一样强大 关于PNet的学习 大家也可以访问我的相关课程 Genc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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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ce3